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持续对黎巴嫩多个地区展开轰炸 造成了上百人丧命 就连首都贝鲁特都在攻击范围之内 不过这个时候法国外长不惧炮火 周日抵达了贝鲁特要展开一连串的协商 那么法国外交部已经证实了这项消息 说部长巴罗周日抵达到黎巴嫩 展开协商并且要承诺提供人道援助 成为战火之下首位抵达当地的高级外交官 那法国方面也证实有至少两位公民 在过去一个多礼拜的空袭当中丧身了 以色列强调目标是黎巴嫩的真主党 以及叶门的叛军青年运动 但是周日贝鲁特市区公寓遭到攻击 美国总统拜登虽然表示说 黎巴嫩真主党的领袖遭到击杀 是正义获得了伸张 但是他也强调必须要避免中东爆发全面战争 也说他还是会和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来持续的进行通话 不过看到以色列才刚歼灭掉两名真主党的领袖 又再度对了伊朗支持的势力来发动攻击 这一次他们瞄准的是叶门的胡塞组织 以军事出动了战机空袭胡塞在叶门的据点 有至少四个人死亡 33个人受伤 详情要连线国际组的记者雨萱 前方窜出巨大火球还能听见爆炸声 这里是叶门第四大城何台达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发动空袭 造成当地爆炸窜出大火 至少四人不幸丧命多人受伤 坚灭真主党领袖后 以色列再度对伊朗盟友发动攻势 这次是针对胡塞组织出动战机空袭胡塞在河台达的据点 以色列防长亲自作证大赞空袭成效 不过以军动作不断却让盟友胆战心惊 美国总统拜登再度表态不希望中东陷入战火 近期将和纳坦雅胡通话 但能否阻止战事扩大恐怕很难说 俄武战争方面又看到俄罗斯趁机对苏美地区发动了空袭 而且这一次是用无人机瞄准当地的医疗机构 并且采用所谓的双击手法 也就是先空袭一波 那等待救难人员到场之后又再轰炸一次 结果就是造成至少8人死亡 11人受伤 卧战争目前为止已经打了两年7个月了 大陆外长王毅集结了16个南方国家 组成所谓和平之友的平台 说要推动的是乌俄和谈 这真的是千军一法 人才刚走进紧急避难所 外头马上传出爆炸声 差一点就被俄军的无人机撞个正招 趁着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访美不在家 俄军又对乌克兰边境的苏梅地区发动空袭 甚至还动用可怕的双击老招式 救难人员差一点被无人机撞上 所谓的双击也就是先轰一波 等救难人员到了现场再轰一波 目标还是一间医疗机构 这波空袭不幸造成8死11伤 同样是冒险躲无人机的惊险过程 乌克兰随军记者在东部前线也是家常便饭 尤其是现在濒临城下的波克罗夫斯克 乌军还在冒险疏散郊区的居民 如今俄军已经缤纷三路 距离波克罗夫斯克城外已经不到十公里了 冬季来临之前也濒临沦陷 另外一方面 仍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大陆外长王毅 找来巴西等十多个国家要推动乌俄和谈 只是这个倡议小组跟大陆亲近的北韩没有参加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包媚金宇正 呛美国不断援助乌克兰是愚蠢的错误 但是退一步想 北韩自己也有援助武器给俄罗斯 这破坏和平自己也有份 要来看到我们邻近的日本即将会有新政府了 因为日本自民党的新任总裁石破茂 周二的时候就会获得国会指名成为新任首相 而他的新内阁也将跟着上任 传出先前与他一同访问台湾 与总统赖清德会面的前防卫大臣钟谷源将会回国 上个礼拜日本的自民党是完成了两轮的选举之后 石破茂确定会接棒岸田文雄成为日本的新任首相 他也积极展开党内以及内阁的人事调整 所以预计会看到一个大颁风 那么现任的内阁官方长官林芳正会留任 落选的小全静次郎则是会担任石破茂的选举对策委员长 前首相菅义伟则是出任自民党的副总裁 那么八月份曾经与石破茂一同访台 强调要强化台日关系的前防卫大臣钟谷源 传出要再次的回国接任房项 同样担任过防卫大臣的颜巫义 预计则会转任的是外交大臣 美国总统大选倒数36天了 共和党的候选人川普这个周末将前往到市 威斯康星来造势 结果他又口出狂言 他除了继续猛打非法移民议题之外 还批评拜登和贺锦丽有精神障碍 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 满脸稚嫩的大学生拿起应援物 还制作巨型看板 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川粉学生 就用这些来欢迎川普到来 不过川普周末到威斯康星造势 谈到选民最关心的移民问题 川普作词越发猛烈强力炮轰 不仅如此 川普还指责拜登贺锦丽是罪魁祸首 让移民问题越发严重 他的副手范斯到宾州走势 可是用力展现清明形象 何兆签名来者不拒 对于川普前天会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范斯也借机在场上打做文章 至于贺锦丽副手华兹则是到密西根参加足球比赛 同样亲切和粉丝合照 身为前美式足球教练 说起球赛眼里闪烁光芒 他和范斯的首场副总统辩论 也将在台湾时间10月2号登场 专家认为两人势均力敌 这次辩论由CBS电视台主办 也可能是两人唯一一次在辩论台上过招 TVN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乔西亚州则是有化工厂发生了火警 窜出大量黑烟 当局是紧急封闭附近的道路 并且进行了疏散 那这起火警就发生在当地时间29号 化工厂发生大火之后 火势一度是受到控制 不过呢不久之后 厂房内的实验室再度的窜出了火苗 还有浓浓黑烟 当局紧急疏散附近的民众 并且封锁道路 避免灾害扩大 那当地消防队员是表示说 厂房内的洒水系统 疑似是故障了 所以火势完全的没有办法扑灭 所以才会导致扩大的灾情 至于起火原因 目前还有待厘清当中 那美国最近还饱受了飓风的摧残 包含是今年大西洋第八个飓风海伦 是以四级飓风之姿 从美国的佛州登陆 在美国的东南部各州都造成了死伤灾情 另外还有200万人大停电 佛州北部低洼地区大淹水 而从周四开始 全美国有上千个航班取消 六个州都进入了竞技状态 大水漫过岸边 强风呼啸声不断 被誉为这一个世纪 墨西哥湾最强风暴之一的 四级飓风海伦 美东时间周四晚上11点10分 从佛罗里达州西北部登陆 距离去年四级飓风 意大利亚的登陆地点 仅约32公里 最大持续风速 估计达每小时225公里 尽管登陆后 飓风强度随即减弱 现在已经降为热带风暴 但不止佛州 海伦带来的飓风和爆红警报 一直延伸到乔治亚州北部 和北卡罗来纳州西部 估计影响全美12州6000万人 晚间这三州 已有超过220万人停电 官员警告可能将停上好几天 佛州 乔治亚 阿拉巴马 南卡 北卡和维吉尼亚 六个州的州长 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目前飓风已在佛州 造成一死 乔治亚州两人丧命 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 在佛州北部的大湾地区 爆炒恐达6.1公尺 相当两层楼高 是令人难以生存的程度 地方政府无不请 飓风行进地区的居民 遵守强制撤离令 否则将面临生命危险 有很多风 有很多热 有很多坏 好像被撕下了 这些时候会被撕下了 有些时候会被撕下了 有些时候会被撕下了 但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 多迪哇地带的佛州 泰勒郡 官员干脆要不愿 疏散的民众 在手臂或腿上 用马克笔写下姓名和生日 以便日后便是 美国总统拜登也出面呼吁 不要小看这个飓风 国际太空站也从太空捕捉到 正扑向佛州墨西哥湾沿岸 巨大的飓风身影 美国国家海洋 继大气总署的飓风猎人 也直接飞进飓风眼 搜集重要数据 执行气象侦查任务 而位于乔治亚州 全球最繁忙的亚特兰大机场 不少旅客赶忙 在飓风来袭前上路 它是不预判的 所以我决定来 因为我知道 有几乎的风险 但不是真正的风险 我们有外部队 水和其他 所以我决定要迟来 所以我决定要迟来 周四全美已有超过 1200个航班 因飓风取消 另外4000多班物点 主要集中东南部的机场 佛州坦帕等地机场 已全面停止起降 在海伦来袭前 北卡山区 已经降下250毫米的雨 接下来估计 还会再下360毫米 恐引发本世纪最严重洪水 初步估计 这回私人保险损失 可能达30到60亿美元 提示问纵口报道 而我们在台湾 也必须要做好防台工作 因为山土而台风禁逼 现在预测的路径 它的台风中心 很有可能是紧贴着 东海岸往北走的 过去有三个台风的路径 都很类似 包含是2000年的象神台风 2004年的敏都立 以及2021年的灿树 都造成全台有灾情 因此这次也必须严防 山土而台风来势汹汹 对台湾的影响不能轻忽 而根据气象鼠的预测路径 它很有可能 就会沿着东部的海岸来北上 这就跟过去历史上的 象神 敏都立还有灿树 这三个台风的路径 非常的类似 西元2000年的象神台风 穿越菲律宾旅宋岛后 转弯一路向北 虽然没有登陆台湾 但因为当时还有封面系统 北部东部降下好大雨 花莲三天雨量 更达到1054毫米 打破42年记录 风灾造成全台64人死亡 大马路烟城汪洋 民众涉水而行 这是2004年 敏都立台风 从台东一路往北横扫 登陆花莲穿过宜兰 最后从新北淡水出海 全台连日好雨 敏都立量成了七二水灾 中南部更爆发严重土石流 全台有33人因此死亡 还有2021年的灿树 一度增强为强烈台风 它花费大约两天半的时间 沿着东台湾海岸北上 暴风圈涵盖了台湾全岛 蓝雨更掀起17级强阵风 全台湾还有8万户停电 幸好无人伤亡 这四个台风到底有多像 把路径放在一起比较 很明显看到都是贴着 以花东海岸线北上 敏都立甚至还有登陆 风雨都相当精神 随着山陀而逐渐靠近 可能会受到地形影响 出现摆荡 也有登陆的可能 看看过去借近历史 做好防台准备 TVBS新闻 牛丑黄凯静 台北仓宝斗 对于日四台风 严阵以待的 还有就是台北大巨蛋了 因为台北市议员 秦桧珠统计说 11个月之内 大巨蛋有16次的漏税 那这一次要怎么样来防台呢 包含有搬出了满满的沙包 排水口也会清淤 还有地下美食街的业者 也加强防滑 推车上满满沙包 工作人员恒例推着 到达指定位置摆放 面对山陀而台风进逼 台北大巨蛋也开始备战 而目前防讯沙包 是已经放在战志区 而工作人员表示 等到台风正式来临 威力更大的时候 就会把沙包 是放在安全门门口等区域 以防水淹进建筑物里 据了解除了出动沙包 树木也已加强固定 排水口还会事先清淤 就判避免出现积水 淹水情况 毕竟近期台北市议员 秦桧珠才点出 大巨蛋漏水状况不断 11个月内已发生 16次漏水情形 最多次的地方 是在L2层 209区 共7次 208区 220区 还有L5层 也分别有两次 体育局则表示 以令远雄限期在10月4号前 完成改善严重大面积漏水范围 而才刚开幕的B2地下街 首次迎战台风来袭 也绷紧神经 虽然店家都在室内 不会直接面对风雨 但经营团队表示 会提醒品牌专柜 注意非固定的装置摆置 同时也会准备纱包 并配合大巨蛋相关措施 我们会做一些 就是说地板的一些 维持一个干燥的一个状态 地毯地电 这部分我们会再去做一个加强 而B1和一楼的餐饮业者 也表示会配合指示 防止淹水发生 不过虽然台风来势汹汹 但终止球队29号 还是跟游戏 打造联名主题日 拉拉对女孩热情应援 就判大巨蛋防护措施做足 不让水滴滴答答 坏了球迷性质 TV的新闻 线文响留声 SNG小组才能谋 不过为了要准备国庆 其实现在各地有一些装置 是不断地在开始架设上去了 但是因为就是山土尔台风 来袭的关系 双北也启动了防台作业 必须先把这些装置给下架 中南山土尔的路径 持续朝台湾逼近 可以看到在总统府前方架设的国庆舞台 目前防台整备 还没有任何动机 工作人员铺地毯 人马不停蹄 但主办单位不是没打算要防台 只是时间晚一点 考量路景的发布时间 29号下午5点 才会启动防台整备 把周边舞台加强固定 午宴前会完成全面性检查作业 提早一个礼拜 在北市街头飘洋的国旗海 北市透露若是路景发布范围 24小时内会移除 新北则是29号晚间开始拆除 不过有些防台措施已经启动 业者出动吊车 把一艘艘天鹅船吊起 因为翡翠水库泄洪 让心电溪变得湍急 闭坛的天鹅船业者 不敢放客人下去 超前部署的还有高滩处 碧潭上游的福洞桥 也开始封闭调理上岸 今天开始原来就有可能受到 外游环流的影响 海原来就会有常常发生 我们要提醒市民朋友 至于从今天开始 我们的应变中心 也要请你来做好应变的准备 山徒儿来西前双倍防患未然 减少风灾带来的灾害 TVB新闻张家宝李宗泽 台北新北采访报道 还有很多人一看到台风要来 就赶着要去大卖场补货了 所以现在看到 不管是美式的卖场 还是连锁超市里面 都是人潮爆满的 尤其架上这个蔬菜 几乎已经被抢到是九成空 店员忙着补货 那么野菜类的备货增加了一倍 水果跟肉片也有两倍的备货量 还有人说已经在家里 囤好一周七天的粮食 美式卖场柜台排满人 每一道都至少三到四组等结账 台风毕竟民众称风雨 还不大时先来补货 人潮比起以往周日多了一到两倍 连停车位都很难等 你觉得比平常多多少 我那个车子都没了 我也是等了好久 比江市场好像很多人在囤积货 可是我就好是说有很多东西可以买 目前自己的腿能不能还太远 没有就来看看我觉得还好 政府如果说台风架的话 我们就会准备 大概明天吧 你们有费能展示吗 另外在连锁超市也是排满 长长人龙等结账 看看货架上蔬菜类九成被抢光 最热销的有大陆妹空心菜和小白菜 隔壁架上牛奶等不到补货 业者说蔬菜备货量增加一倍 生鲜水果及肉片备货两倍 特别担心买可能买不到补货 都有 一开始有 不过刚刚看他有补菜了就不会 预计是要囤之前的量 你们用一个礼拜 囤一个礼拜吗 一定要囤一个礼拜的量 比较担心买不到什么 因为台风快来 饼干泡面吧 饼干泡面比较多 那菜的部分还好 菜的还是有啦 有民众已经先囤好一周的粮食 因应台风来袭 也不排除宣布放台风驾驶 各地买场会再涌入采买人潮 TVB的新闻你中文无听台北采放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带您掌握的是 东南亚动态 受到强烈季风降雨 袭击喜马拉雅山国度尼泊尔 引发的洪水不仅淹没了 首都加德满都几处的低洼地区 警方还表示 全国至少有101人丧命 泰北地区过去一个多月来 遭逢了严重水坏 那么泰国的总理被东单视察之后 表示会拨款30亿泰铢 来协助民众的灾后复原 为了协助泰北水患灾区早日复原 泰国商业部长指示内贸厅密切关注挖土铲车收费情况 禁止涨价 避免进一步加剧灾区民众的困难 目前泰铢汇率颇动大 而且保持长期的升值趋势 这影响了泰国的出口 并且波及房地产市场 外国人可能会推迟决策购房 因为需要更多的美元来兑换泰铢 国片《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 将翻牌成泰版电影 《鬼家人间志》与导演 最近在泰国的曼谷交流 期待能够掀起捡红包的风潮 风靡亚洲 以上的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给您 鸿海危机是造成了货运船只 都会避开苏伊士运河 这对全球的航运跟供应链 都有造成负面冲击 面对运河危机 有不少国家考虑了替代的选项 包含是用陆运来抢货运商机 包含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 要让货物横跨欧雅 那么伊拉克则提出 和土耳其阿联大公国 还有卡达迁计划 要打造平坦公路 连接的是波斯湾到地中海 荒凉的公路上 货车呼啸而过 土耳其以及伊拉克边境 卡车大排长龙 物流司机等通关 有时候就是整整24小时 司机们根本哭水吐不完 但现在伊拉克野心勃勃 准备开辟一条发展大道 从南部向土耳其一路往北 就能通往地中海 把货物送往欧洲 今年4月 土耳其总统爱尔段 出访伊拉克 两国就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还有卡达 签署一项道路开发的 合作备忘录 投入170亿美元的资金 号称要用路上交通 加上大型海港 来取代苏伊士运河 不过类似的跨州货运商机 还有很多国家都在联合起来强大比 包括中国大陆通往欧洲的一带一路 还有印度 中东 欧洲经济走廊 都是竞争对手 而且伊拉克的想法 虽然很丰满 但现实却很骨感 要推动的建设实在太多 目前伊拉克还在建造 已经规划10年的大法澳港 预计要到2029年才会完工 到时候将成为全中东最大的港口 强调比起其他路线要平顺 而且可以轻松连接波斯湾跟地中海 但硬体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还有更多政治以及派系的斗争 让这个长远的计划看起来 不断地原地踏步 但专家强调这些混乱的情势 还有地缘政治的角力 其实在计划完成之后 经济发展带动起来 都可以有明显的缓解 想把伊拉克塑造成为转运输纽 摆脱战火频繁之下 百倍待局的窘境 TVA新闻综合报道 至宗第一线带您来看大陆的热话题 有什么呢 包含现在国庆的黄金周期快要到了 所以又是大陆一年一度的全民结婚季要来了 软娘羞涩的年轻人找到一个方法 可以实现婚纱照自由 那就是叫AI来帮忙 详情要连线给我们的深圳特派记者陈向炉 现在利用AI的修图软体 套用不同的风格特效场景 就能让自己实现婚纱照自由 最近大陆的拍照业者 就在琢磨新的婚纱照的拍摄方式 不需要服装也不需要发装 更不需要去现场 在电脑或手机上面打开软体 点击滑鼠 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没有去过的地方 没有穿过的衣服 通通都能出现在照片上 使用的就是时下席卷年轻人的 AI生成图片的功能 以假乱真 不少个性且追求精美的特效 更是超越了现实 完美契合当代年轻人的个性需求 有些软体能够制造出来的效果 实体照相馆完全无法实现 而且制作一张无中生有的婚纱照 不仅只需要极少的费用 有些甚至是免费 还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AI技术为顾客改头换面 满意的保存 而不满意的可以重新生成 只需要支付几块钱或几十块人民币 即可获得 也因此AI婚纱照的话题 在网络的平台有超过了4.5亿次的播放量 而且现在AI软体很多是傻瓜式操作 打开软体输入了关键词 例如美丽的新娘 帅气的新郎 就可以用特定的场景来制作 风格照片参数都可以是符合您的需求 发送就会自动的生成 再替换成自己的照片即可 不少大陆年轻人认为 这远比传统的照片 动辄上万块钱的婚纱照 可说是划算不少 那中国大陆年轻人现在还封一个叫做灵堂社交 他们意思就是说在精神上聚堂的概念 那为什么在大陆的网络上会掀起这样子的风潮呢 想请我再把时间交给向如 都说饮食要空堂 现在大陆年轻人连社交也要灵堂 近期他们开始流行的这种狠淡的社交 称为灵堂社交 点到为止互不干涉 在社交关系当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给予双方自由空间 不过多依赖他人的情绪价值 即为灵堂社交 不少大陆网友认为 灵堂社交能够建立起更健康 更平等的人际关系 把太多无意义的天价都清理掉 为身体精神乃至于生活减负 也就是交情再好 也要学会留白 君子之交淡如水 一名安慧的女网友他就感叹 长时间密切地维持一段关系 真的好累 自己平常和朋友相处模式 各过各地隔一段时间 再相约见面 交流彼此的近况 还有一名27岁的大陆安迪 他在社交平台上面 记录下自己开启灵堂社交的第一步 他不再追求精装的朋友圈 而是把更多的时间 用在发掘新的兴趣爱好上 他为一个人逛各类的市场 发现生活里简单的快乐 根据一份报告显示 当代年轻人平均只有两个知心好友 54%的年轻人选择经常联系 但需要有自己的独处空间 只有12.6%的人选择每天连在一起 更有不少人能发微信就不打电话 能打字就别发语音的社交礼仪 因为生活当中处于24小时的网络生活 手机不停的召唤 每一项都需要应对 不是社交搞不起 而是灵堂更有CP值 放弃精神内耗 有事直接发疯 拒绝社交打扰 是大陆年轻人对于社交疲劳的反击 要来看到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的明星 大熊猫莉莉跟珍珍 由于他们年事已高健康亮红灯 在29号的时候 必须要搭乘包机飞往到中国大陆 回到四川接受照顾治疗 民众彻夜排队 人龙一圈又一圈 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的明星 大熊猫莉莉珍珍 29号启程回到中国大陆 超过2000名粉丝 依依不舍 前一天特地来跟他们告别 2005年四川出生的莉莉珍珍 在2011年2月来到日本东京 没过多久 311地震爆发 上野动物园一度关闭 莉莉和珍珍 沿到4月才与游客见面 毛茸茸的可爱模样 疗愈了无数日本民众的心 但十几年过去 这对大熊猫已经高龄19岁 还出现高血压等健康问题 因此东京与陆方达成协议 尽早让他们返乡 目前立立真真 已从成田机场搭乘包机 直奔四川的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镜头转到香港 才刚抵达没多久的大熊猫 安安可可仍在简易隔离中 不过有商场搭上大熊猫热 趁着大陆国庆黄金周前 布置满满的熊猫玩偶 连餐点也卖萌 带动客流量增加一成以上 专家建议香港可以将人潮冷清的公园码头 打造成熊猫主题 并增设纪念品店 吸引更多游客来打卡 抢空熊猫商机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现在很多年轻人去到南韩首尔的时候 一定会去打卡朝圣的地方 就是圣水洞了 过去这边是咖啡街文明 不过最近就因为有大量的快闪店 来这里展店 让这边的店面几乎是每天都在装潢洞工 大量快闪店进驻 也让商圈的房东 可以不用管南韩的租赁保护法 抑制涨房租 这也导致圣水洞有很多店家出走了 店家外大牌长龙 人手一袋战利品 这里是首尔圣水洞 年轻人的逛街圣地 各大品牌纷纷争抢进驻 品牌业者近来流行开设快闪店 因为能用相对较低的成本 达到不错的宣传效果 涉水洞咖啡街也就成了快闪圣地 但由于快闪店属于短期性质 每天都有店家在施工 甚至出现这种情况 品牌快闪撤店后 整条街空荡荡宛如空城 然而房东却十分乐见这种情况 根据南韩租赁保护法的规定 五个月以上的合约 有租金涨幅的限制 快闪店短期合约不受此限 涉水道的租金因此水涨船高 租金调整连带影响周边店家 二十年老店都快撑不下去 纷纷搬离 不仅如此快闪店结束之后 周遭的环境也令人堪忧 快闪期间结束后 施工材料成了垃圾堆积如山 快闪店带来巨大收益 但华丽的背后 垃圾和高租金 也成了首尔政府的新课题 特别新闻组合报道 南韩现在物价确实压力非常的大 很多民众就会把自己家里的 二手的还有价值的东西 拿去变现 所以像现在中股商店 跟二手网站都是非常夯的 南韩的民众除了消费降级之外 除了家电和服装会买二手的 有很多消费者在选购食物的时候 专门挑的是打折的NG蔬果 一起来看这一则 来自TVBS合作伙伴 永합news TV的报道 全列架上有各种商品 仔细一看 有的缺了包装 有的是展示样品 这些无法在贩售的瑕疵商品 以折扣架出情中 由于通货膨胀 对物价斤斤计较的民众越来越多 让这样的中股商品受到矚目 以前全球电商平台透露 今年第一季 翻新商品和中古商品 占总销售额的四成 显示需求量很高 不仅是家电和服装 也有许多消费者在选购食物时 专挑打折的NG蔬果 南韩内需不振长期化 家庭持有的闲钱变少 南韩统计厅统计 反映家庭闲钱状况的盈余额 今年第二季 月平均勉强超过100万韩元 只合约24000元台币 从2022年第三季开始 连续八个季度同比减少 눈에 띄게 허리띠를 조인 건 青年층이었습니다 한民間研究所가 통계청 자료를 분석한 결과 지난달 초 신용카드 이용 금액은 20대以하에서 1年 전보다 9% 급감했습니다 한 달 버는 돈에서 80%는 적금하고 남은 20%에서 좀 이제 쓰고 있습니다 신용카드 이용금액은 아예 안 보려고 하고 있어요 눈도 안 들이는 0.8% 남은 민족消費가가 고往의 음식習慣 不少民眾趕買超市微波森雞湯調理包 在高五價時代省錢才是網道 TVN新聞綜合報導 中職中信兄弟隊 昨天晚上對上的是樂天桃園 結果是以8比5的成績擊敗桃園隊 拿下隊士第19座的季冠軍 比賽結束 中華職棒35年下半賽季的冠軍 要恭喜的是中信兄弟 棒球場上飄落大量黃彩帶 場邊球迷嗨到最高點 中華職棒中信兄弟隊29號晚上 在客場對上樂天桃園 吸引14129名球迷到場觀戰 其實兄弟隊在一局上就有攻勢 開路先鋒張志豪敲出安打之後 岳振華犧牲觸擊成功 陳俊秀再敲安 到了三局上 陳子豪從陳柯一手中 轟出了陽春全雷打 而桃園隊的林子偉 則在四局上打出兩分炮 追平戰局 兄弟在七局上攻下大局 張志豪再敲出聲援 二壘安打攻下超前分 接著岳振華也保送 陳子豪三分炮 演出了單場雙響炮 本季累積16發扯雷打 單局冠進四分 九局上王威城再敲出兩打點 二壘安打 中場兄弟以8比5擊敗桃園隊 拿下隊史第19座季冠軍 另外樂天桃園也確定獲得了季後挑戰賽的門票 另一個關注焦點則是 統一師投手都督潘威倫 回到台南主場舉行引退儀式 他一度是掉下了眼淚 生涯累積149勝 留下輝煌紀錄 他也正式卸下了22年職業求援身份 感謝球迷支持 棒球生涯畫下美好句點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韓星李蒂勳來台灣辦見面會 唱歌說中文樣樣來 而且他還現場學唱 許光翰唱過的馬爾濟斯之歌 從二樓觀眾席現身 韓國演員李蒂勳來台開見面會 有備而來 大家好 我是李蒂勳 介紹大家很高興 我愛你 練習許多中文 還用專屬 蒂勳Smile感染全場 李蒂勳也透露有機會 想跟台灣演員許光翰合作 也窒息對方伏兵意中 沒想到下秒就被Cue到這首歌 馬爾濟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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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一馬二馬三馬四 馬爾濟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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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得就是許光翰在正港分局唱錯歌詞 卻爆紅的洗腦神曲 馬爾濟斯之歌 讓大男神另類連動 馬爾濟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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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蒂勳也說女演員中想合作貴輪美 因為看了不能說的秘密 想像跟對方合作的光景 也希望能來台拍浪漫喜劇 同場也加碼宣傳 那不曉得在台灣的大家有沒有看到這 有沒有看過這部片呢 看著舉手 我會控制你的 驚訝大家支持新作品 過去我們會說美國夢指的是說美國有車有房一家四口經濟無餘的生活 不過在現在美國夢已經破滅了 你去住室嗎 去住室 美式家庭距離常見的典型獨棟民宅 附帶車庫和門前小庭院 屋主並39歲是華裔第二代美國人 印象所及 父親也曾為了這個美好理想 選擇從留學生落地生根 美國夢想 我認識那種叫做美國人 一家四口經濟穩定 就算退休生活依然安穩無餘 這類美國成年男性 代代相傳的傳統人生目標 如今為何越來越難實現 院景沒有變 變得是現實環境 根據今年七月華爾街日報和研究機構NORC 對1502名美國成年國民所做的意向調查 八成九的人認同擁有自己的住屋至關重要 但是只有10%的人相信這一點容易實現 如果稍微妥協 只追求財務安全和退休生活的舒適度 儘管表示贊同的比例高達九成五以上 相信自己能夠達標的卻不到一成 過去以前的美國夢可以靠著雙手的努力 可以建立一個家庭 但是慢慢的美國的製造業 包括汽車包括鋼鐵都缺乏競爭力 然後工作也慢慢移往海外 所以你要這一批人重新接受教育 找新的高科技工作不太可能 然後叫他們再進服務業 產業大環境回不去 麵包縮水了 自然難以寄望感情開花結果 華爾街日報民調同時顯示 62%的受訪民眾認為婚姻 是美國夢的重要成分 但五成三的人對此不抱信心 當財富累積變得更不容易 有些年輕人選擇賭一把 I have a brand new staff he's 22 years old and straight out of college he bought a Tesla you know and then so he's like and I said why why don't you save and that and he's like there's no hope like he's like why you know I so I could I save for 10 years and then I buy a house and then I have to pay mortgage for another 30 years what's the point I might as well just you know you only live once you just enjoy life and then on top of that he he does the lottery and then he does a lot of very risky stock investments 學位或許等於叫好了工作機會 但是高昂的教育成本 光靠停滯成長的薪資難以快速回收 再加上通膨 想要通往中產階級更遙不可及 美國是一個非常資本主義的國家 就是當我需要你的時候 我給你的薪水是非常的高 如果你今天沒有在專業上面 有特別的地方 那你就是會被left behind 那美國如果今天在經濟這個政策上面不改變 我覺得最後的結果是照顧不了這一批 我覺得是被失落的美國人 而政策路線終究受到政情影響 該相信進步派還是期待美國再次偉大 美國不管今天是民主黨或購合黨 他們的核心價值其實都還是在所謂的資本主義的四個字上面 也就是雖然民主黨比較強調這個財富重分配 但他們在稅收上面甚至在重分配的比例上面 還是援援不及所謂的歐陸這些國家 那這個trade裡面在美國現階段來說 我覺得他還是會比較朝向個人主義的方式去擺盪 不管今天是誰當選的 因為競爭而壯大所以更難以顧及機會均等 美國夢或許並未消散 只是現實也變得比以前古感 第一部的新聞陳武環 耶徐 看不到